進來新興花園 剪過頭的時候 218、278、438元洗剪 都不簡單 再烤油、燃燒色的時候 都要千多元 進來這個大埔新興花園的時候 這個商場很棒 沒有急鋪 全部補習寫法郎、電器店 韓國人什麼都有一些 外面始終住了一大堆人 五棟的大廈1460的單位 當每個單位住三個 這裡也說是五千人 這間店舖慶祝青絲 27周年洗剪出 188元起 很重要 當是五千人的時候 剪頭髮每個月剪一次 這裡也說是一百萬 當然未必會全力幫助 下面這間店舖慶祝青絲 900萬 尋寶 遊樂車位 走進來這個花園 你實在還沒來過新興花園 有多開心 你們買鋪要買得到Pro 什麼成交都來看看 裡面商場有33個鋪 在大埔 自己去到哪裡都不是很穩定 但總之就是第一次 這麼大的鋪來這裡 叫做新興商場 特別漂亮的名字 有個兄字 裡面有33個鋪 有金布成交了 是900萬 有間SALON 我手上有的資料 是39,300元的租金 每鋪 5.3厘建築面積 1120呎 實用683呎 現在站在哪裡呢 大概是進去之前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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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的時候 就說是這個 富善村 向那邊就說是臨村河方向 那邊就是富善村 富善街市 那個的儀雅院 再去那邊就說是大埔中心廣場 這個大埔廣場 昌運中心 就是那邊 那邊就很旺了 再轉過來就是這個 新興商場 裡面有間部 33號 賣了900萬 註冊堅 看看是甚麼款式 不錯 看到這裡 慶祝青絲 27周年 花錢出188元 就是這間店 挺英俊的 整間人看見 這裡是建築面積1120呎 上面積是683呎 這個法郎的時候 做了27年 真是有這麼想料到 就是註冊成家了900萬 看清楚這間法郎的時候 滿闊就大概是18呎 深就大概40呎 現在租金我手上有的資料 就是39800萬 每部5.3厘 你很開心 聽這個屋苑的資料的時候 你也要看 了解這個環境 這個就是這個 新興花園 這個居屋 合共有5棟的大廈 就是單位是1460個單位 單位面積441 到678呎 這麼說 當每個單位住3個人 這裡住了5000人 在這裡附近 全部都有很多補習社 畫廊 都是多數補習社補習社 當然是紋身一些的超級市場 便利店都有 再走一圈 這個就是整個新興花園的商場 剛剛說到33號部 其實是這裡 也很大間的 明明是比較大間的 進來這邊 之後出回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花園的平台 看到很多工程 美容 教室 補習 法郎 診所 衛康 洗衣店 這些 各行各業都有民生需求 沒有吉舖 回到這裡看 就說到新興花園 現在就是大廈在維修 就有5棟的大廈 說到1460個單位 單位面積441-678呎 進去商場 再看一間店 走回來整個商場一邊看 都沒有吉舖 唯一就是這個 藍色的招牌 就成交了 900萬 5分四十分超算 分手收5.3 這回報 有不差的 不過唯一 通常這些商場 居屋留下 前景就一般 外來人比較少 而且這裡越來越老化 越來越老化 越來越老化 30年 50年後 還值不值那麼多錢呢 租值是怎樣 唯有比較多走下坡 但需要怎樣 這數回報高 這樣就回答夠了 感覺 5分四十分超算 分手收這個位置 就5.3 會不會都可以的 900萬 感覺這間 真是大禮見 一個5.5分位 5.5分位 對不起 各位密集 記住 香港買貨的時候 找我們 售後服務的時候 收你5%租金 就買貨不用煩 連我們勝負 新報機 我來坐牌 給你 多謝 好 看到一次店舖 成家座 900萬 這個居屋商場裏面 塗織P字的位置 黑色的角度就見到 市井井井 創業27年 新興花園的外觀 五棟的大廈 整個商場的環境 看到這間店鋪 轉個圈 給你們看負人環境 可以的 裡面都沒有吉店鋪 有商場、補習社、便利店、洗衣店、畫廊 很多這些 好 恭喜麥加